中國最新公佈的經濟數據 編載2021年GDP增長略超過預期 但12月的零售額再一步放緩 另一方面,中國政府昨天下調政策例 再一步支持穩定經濟增長 但仍然關注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的信用風險 以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以及美國貨幣正在收緊的擔憂 預計港股短期仍然是動能偏遠 恆指的短期支柱在50片平均線 大概在24000點左右 港股通昨天的淨流入收下15億港元 其中美團錄得性買入接近5億 而騰訊錄得性買出接近7億 另外中國10月零售額增長放緩至1.30% 預計中國零售股整體第四季業績 都是放緩的 但是中國繼續推出超消費的措施 剛才只可以趁低 分注吸納安搭 蒙牛、青布、啤德華、港氣等等 優質的消費股 這個股推介方面 我們今天會說新特能源1799 新特能源昨天就發佈營起 預告2021年正式的來源增長7倍 去到超過50億人民幣 主要由於多晶貴的銷量增加 以及多晶貴的價格大幅增長 以及風電或光復自營的電站規模 發展量增加的 盈利增長幅度是高於市場預期的 相信是因為 多晶貴產量增加 達至更大的規模 經濟效應推升的利潤率 雖然多晶貴價格在去年第四季是開始回跳的 但是我們相信在碳中和目標下 多晶貴的銷量仍然是會穩定增長的 以及風電光復電站規模發展量將持續增加 新特能源的股價在去年11月 美國海關扣留農機的光復產品就拖累 下跌就超過30 我們相信已經反映出口美國限定的負面影響了 新特能源現時估值是僅僅3.5倍 2022年的市盈率 估值偏低 所以我們建議是吸納目標價20元至市價14元 上述海基分析員為證監會持牌人士 低屬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從事相關受規股活動 其及或其有聯繫人士 並沒有擁有上述有關建議股份 發行人及或新上市申請人資財務權益